超級小英雄 超級小英雄 Super 大家好 我是立佩姐姐 我是凱兰姐姐 也是到了全腦开发的时候了 是的 每个礼拜天一早上 就是要把头脑打开 动起来 动动你的左脑 再动动你的右脑 要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玩这些游戏 是的 没有错 那今天可爱的小朋友 是来自于哪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呢 洁瑞幼儿园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 一样的邀请到我们的 嘎逼哥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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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刚 当初没有介绍的时候 是介绍嘎逼哥 嘎逼哥哥 好 我们下一位来宾呢 是我们的楚儿姐姐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楚儿姐姐 好 一样的 我们要欢迎到 我们的儿童职能之号 是我们的阿凯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凯老师 阿凯老师 我们今天的第一题呢 就是要让我们暖身 所以不会太难对不对 不会 第一题通常开始是观察力的题目 所以都不会太难哦 是 那我们今天一样是由我们的嘎逼哥哥 嘎逼哥哥啦 跟嘎逼姐姐中间画一条线 分成两组 赢的队伍就可以将我手上这个小礼物 带回去大家一起玩哦 所以眼睛张大 然后有答案的话 记得举手或者是跟你的队长讲 就对不要跟别人讲 不要讲太大声哦 嗯 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 你们也会有奖品哦 只要仔细跟着我们做我们的题目哦 好 来 现场小朋友准备好了没 好 先来观察力哦 仔细看眼睛张大一点咯 来 仔细的看 哇 这边有一只动物 这边有四只动物 哪一只 一二三四 哪一只跟那个是一样的 我们要请队长 每一队派一个小朋友到前面来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 好 来 派你选出一位 派 一组 他们不能分开 一起来 要么是双胞胎 一组的 我们要猜拳啊 谁跟谁猜拳 姐姐猜还是妹妹猜 姐姐 谁要来猜拳 姐姐 好 好 剪刀石头布 姐姐赢了 姐姐赢了 你们答案是几号呢 答案是几号 四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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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其他答案 有吗 有其他答案没有 好 答案是 四号 恭喜 好 请回座 好 请回座 好棒喔 好啦 今天题目不会太难啦 好 所以大家要仔细看 主要是让大家头脑有在动 然后呢 精神会越来越好 是 对 准备下一题 来 仔细看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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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记住这四个图案 5秒钟 5 4 3 2 1 好 刚才是哪四个图案 3秒3 2 1 好 我也知道 好 来 每一队选一个小朋友 到前面来猜拳 加油 我们要赢啊 好 来来来 下一个换你 好 来来 剪刀石头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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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你赢了 来 好 答案是几号 4号 4号 小朋友有没有其他答案 有吗 喔 有 有人举手喔 几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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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以说四号喔 要有不一样的答案 不能说错喔 几号 3号 4号跟3号 还有吗 小男生你们刚才举手有 我们是4号 来 后面格子的小男生有其他答案喔 1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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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如果你答对了 阿凯老师特别给你奖品好了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4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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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4号 来 小朋友请回座 好棒 好 好 这一题的题目 其实设计上 它是以不同的设计 来让小朋友去记忆 对 对 所以 那个 凯恩姐姐跟丽菲姐姐 你们会记得住吗 我记得住 我记得住 刚才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就演说 我就在那边 黄 蓝 绿 那你们会不会去记那个 那个譬如说 上面的水滴有几格啊 有有有 我有记 没有没有记 我怕火 对 OK好 我怕的是 那个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会在那边记说 哦 那个第三格的那个水珠有1234 然后这边的花瓣有几个 出完水珠就没细了 那也太难了 对 其实呢 在这样的题目呢 因为它是短时间的 所以你只要仔细看 然后你就凭你的记忆去答出来就可以了 好 小朋友准备了 来 下一题要考考大家的建议能力哦 仔细看这个图 给各位五秒钟的时间 记住它的形状 方向 颜色都一样 所以没有关系 4 3 2 1 你们刚才是哪一个图 阿姨啊 蛤 它们的排列 跑掉咯 我知道了 我也知道了 好 五秒钟 把你们答案告诉队长 4 2 2 1 剪刀石头布 再次 剪刀石头布 阿姨赢了 搞一哥哥现在应该是 葛哥哥 你猜输了吧 对啊 你猜输了 你不能回答 不不不你猜输了 所以你应该很高气 好 楚儿姐姐 来 葛哥告诉我你的答案 妹妹说2 2 2 我们给搞一哥哥一个机会好 对 你的答案是 1 2跟1 2跟1 2跟1PK好了好不好 好 好 来正确答案是 1 所以搞一哥哥有在看喔 有 有 他就是表现的稍微紧张 但其实他内心有答案 好 来 所以这是因为排列的关系 对 好来下一题咯 小朋友准备咯 好 大家的判断能力咯 来 最左边的那个 线段 黑色的一条一条 如果把它连起来 可以变成 1234哪一朵花呢 这是小朋友最喜欢玩的耶 对啊 那他们就会有一些 那等一下你看看哪 它可以连起来然后再涂颜色 所以很好玩 5秒钟的时间 5 帮你们答案告诉队长 3 2 1 3 1 2 2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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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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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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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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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3 4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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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變得比較粗一點 對不對 但是位置是對的喔 老師 那3呢 3 跟題目差別在哪裡呢 比較旁邊一點啦 比較邊右邊對不對 這個板子它是在偏後面的地方 這個棍子是在正中間的位置 對 所以要仔細看 這就是考考大家的分析能力囉 好 OK 來 想考準備 考考大家分析力要仔細看 仔細想囉 來吧 來吧 這一個怪怪的排列 有紫色 綠色 黃色 紅色 在1 2 3 4 哪一區裡面有出現 好 5秒 5 4 3 我也看到了 這稍微認真看 2 這稍微要看久一點 1 小朋友有沒有看到呢 有沒有看到 這3秒 3 2 1 1 然後每一隊拍一個小朋友到前面來猜拳回答 有沒有知道 前面弟弟有沒有知道 刀 石 頭 布 好 女生音樂 我一看就知道是女生音 來 幾號 幾號 她沒猜的時候 真的喔 2號對不對 2號 好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是不是2號準備喔 恭喜妳答對了 好 這是 達威哥哥這一隊獲得1分 其實這樣題目不難找 對 其實我們之前也出過 所以再提醒大家 那有什麼小技巧呢 對 這一題的題目你不要去看那4個方塊 對 妳講 先找一個 好 來 莉菲姐姐妳告訴我 這4塊妳選1塊好了 我選紅的 紅色 好 紅色旁邊是什麼 黃色 妳只要全部找紅色就好了 紅色有 旁邊是黃色的 欸 有喔 可是它上面沒有了 所以這不是 紅色旁邊有喔 可是上面是綠色 所以依照這樣的方式去把它對出來 嗯 會比較快 是 對 妳不要一直就去找 有4個排列 哪邊有4個排列一直找會找不到 對 對 一個一個來喔 所以它是有技巧的喔 好 下一題 來 要推理囉 仔細想一想囉 來 仔細看 告訴我問號裡面 應該是多少 1 2 3 好難 好 來 五秒鐘的時間 5 4 3 2 1 5 4 3 2 1 10 頭 石頭 布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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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來 妳答案是多少 4 4 對 上面都有1 2 3 沒有4 對不對 是這樣子嗎 那這一隊妳有答案嗎 1 1為什麼是1 1 因為那個中間 因為那兩個只有3跟2 喔 少了1 每一排應該都有1 2 3 結果那一排裡面就沒有1 只有3跟2 對 好 來看看正確答案是 1 1 好厲害喔 好 所以還可以怎麼想呢 去把1找出來呢 因為呢 我看到每1 對 這個小朋友 我們發現學靈線小朋友 會以排列來看 對 每一排都有1 2 3 1 2 3 1 2 3 所以這個應該是1 是 到了小學之後會看的是什麼 斜的1 1 1 像冰果連線一樣 喔 那是 另外一個是 加起來等於6 喔 等於6 對不對 直的 橫的 加起來是等於6的喔 對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解法都可以找出這個答案來囉 好 小朋友準備下一題 推你囉 來 想一想 4個圖案 1 2 3 4 那接下來會變成哪一個圖案呢 5秒鐘的時間 5 4 3 2 1 好 剪刀石頭布 好 好 沒關係 來 女生回答 沒 答案是第幾個呢 4號 4號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是 4號 為什麼 為什麼會在4號 因為下面 上面也是4個 嗯 上面也是4個 不是 這邊是4個 對 然後呢 下面也是4 下面也是4個 下面也是4號 對 是多了一個 我旁邊妹妹說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 有人幫妳回答多了一個 所以用數量的角度來看 對不對 那可蘭姐姐妳剛才所想的呢 妳的答案是什麼 我剛也是以這樣 就是像披薩一樣一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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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到第4號它是多一個 所以妳剛才有說如果不要想的太複雜是一個答案 如果是 比較複雜 複雜的話還是那個答案 沒有如果要想複雜一點的話 2號有可能 是因為如果她把它拆解的話 因為它有 咖啡色有藍色 它另外一個點 它也有可能會變成這樣的圖案 嗯 好 因為我的答案是2 所以我想的會比較複雜 對 我就是2號跟4號 因為4號就是 如果照順序走過去應該就是4號 對 所以它是有個順序性的 所以 所以立飛姐姐妳說的2號妳的原因是 我的原因就是像柯蘭姐姐講的啊 就是 呃 她應該下 下一個也是 我不會解釋 我不會解釋 就是她那邊是 她的 右邊是咖啡色 上面是藍色 所以她另外那邊的話 她對過去她有一個咖啡 有一個藍 她的位置是相同的 是 那等於她就是到那個地方 她多了另外一塊綠色 對 嗯 多了一塊綠色 但是因為她的其他的邏輯性 我們要考 對 對 所以要考慮到 所以剛剛這裡面的邏輯 除了說那個形狀以外 小朋友用了一個最簡單的邏輯來找答案 是 就是有幾個嘛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接下來就是五個 五個也只有一個選項 所以一定是她 所以立飛姐姐 我們大人想太多了 對 太複雜了 沒關係 我們待會兒來看看小朋友會想到多深多好玩喔 來 好 想像力囉 這一題可以開放3分喔 小朋友仔細想一想喔 好 好 我們來看看這一題的題目是什麼 蛤 繩子 這一題好像沒有辦法3分 沒關係 我讓小朋友來說 來 小朋友 這邊有四條繩子喔 對 我要把繩子的兩頭把它拉緊 把它拉緊 小朋友想一想 哪一條繩子會打一個結 我知道 我知道 他知道 他知道 好 來 沒關係 我們每一隊還是派一個小朋友出來猜拳 來 好 就你 猜拳 猜拳 來喔 剪刀石頭布 耶 好 來 你的答案是多少 大聲地說出來 3 為什麼你覺得他會打結 為什麼 為什麼 拉緊的話 那兩 那兩條繩子 那一個洞洞就會 包起來 喔 就會把它縮小了對不對 對 所以就打結了對不對 好 恭喜你得一分 那我還想要考考小朋友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那四號為什麼不會打結 那會有分數嗎 這會有分數嗎 有 有分數 這有分數的喔 誰知道 來 好 我們讓別人來打 手抽放下來 我數到三看誰舉手舉得最快喔 來 準備喔 1 2 3 哇 前面的小男生好快喔 來 好 來 你後退點到除了姐姐前面 來 告訴我為什麼四號他不會打結 為什麼四號不會打結 因為他沒有穿洞洞 沒有穿洞洞 沒有從洞洞中間穿過去 好 恭喜你得一分 好 你看我每個小朋友說法都不一樣喔 對 我再試一個 那二號呢 有沒有小朋友可以告訴我二號 為什麼他不會打結 來 一樣手抽放下來 數到三喔 1 2 3 好 後面的小女生仿洞洞在衣服 擺在小外套 因為他沒有從洞洞的洞洞穿過去 嗯 可不可以換個別的說法 因為剛才也是說 從洞洞穿過去 想一下 好 沒有關係 我還是一樣要給你分數喔 好 也給你一分喔 好 其實還有一個說法喔 你去看這些圖喔 只要他是一直重疊下去的 沒有互相交錯的 他就不會打結 對不對 以這個最簡單的你看 他是越來越低 又低下去 只要遇到那個地方 他都是比前面那個越來越低 喔 所以這樣就會 可以判斷他會不會打結囉 所以禮物是我們 趕快哥哥隊 可以帶回去大家 恭喜你 恭喜 恭喜 恭喜我們阿德老師呢 有禮物要送給電視機 千萬觀眾朋友喔 是 大家都會喜歡動動腦喔 所以現在有一整本的動動腦 可以給小朋友喔 不過這個呢 比較適合大班以上的小朋友喔 好 我們該怎麼得到呢 只要到我們的粉絲專頁回答題目喔 來 什麼題目我們來看看喔 來 請告訴我 一二三四 哪一隻動物是跟我們的題目是一樣 我不要想出來 我想要知道 想要得到獎品的話 趕快到我們的粉絲專頁上面回答 就有機會抽中我們的獎品喔 今天謝謝我們的阿德老師 也謝謝你們兩位來賓 我們下期節目 我們的下個單元